欢迎继续回到总编辑时间 第49届金马奖刚刚落幕 但话题还没完 而且炮火四射 23个奖项当中 主要是大部分奖项都被香港 还有大陆暴走 而民进党立委管闭 林甚至说今年的金马奖 根本就是为大陆办的 还说明年干脆停办 那么对此资深导演侯孝贤出面痛斥 他说讲这种话根本就是政治操作 华山电影艺术馆开幕 好开馆 无货不砸下9000万设立的电影艺术馆 开馆典礼热热闹闹 侯孝贤 扭成泽 魏德胜 朱元平通通来捧场 人们气负欢乐 但一提到民进党立委扬言 台湾留不住金马 为来这金马奖不如不要办 大导演收起笑容 他们不要讲一些政治性的语言 他们那些人算了 你懂我意思吗 有种跳下来 只希望他们脑袋想清楚 眼光看远一点 语气态度都很严肃 因为金马奖明年就要满50岁 论资排辈 不管是香港的金像奖 还是大陆的金鸡百花奖 统统没得比 尽管今年金马奖23个奖项 国片除了包括新导演 结束电影工作者和终身成就奖 三个保障奖之外 只抢下了最佳女主讲奖 下奖项统统被大陆和香港拿走 更凸显了金马奖的公信力 本来金马奖就是一个华人圈 最具指标性的一个影展的奖项 新导演很看得开 资深导演也强调 没得奖就要多和别人学习学习 如果因此干脆不办比赛 根本逻辑不通 不要为了政治目的 一天到晚再说那些有的没的 你去分解撕裂这个有什么意思 威尼斯在颁奖的时候 他不会意大利人跑上来说 怎么不颁给意大利人 没有人会说这种话呢 金马奖落幕 即将欢乐即将愁 奇怪今年台湾成绩不理想 但只要继取教训 明年还能再接再厉 这个逻辑听起来真的有点奇怪 因为赢不了别人 所以干脆不办比赛了 但不管如何 在吵吵闹闹当中 也吵出问题 我们也应该正视问题 来解决问题 那么当然这个总编辑 我想你应该也认同 这无庸置疑的是 台湾电影要争气 是我想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 可是过去 我们之所以成立金马奖 我记得今天的媒体上面 管闭林是说 是为了要鼓励国片的发展 我想这个讲起来 其实倒不一定说 是鼓励国片的发展 我相信有一个好的电影环境 才会有好的电影产品出来 那么金马奖就是一个 好的电影环境里面的 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你说它直接吗 它也不是很直接 间接 我想间接上的关系 当然还是有 刚刚我在来的路上 在车上的时候 已经听到了 管闭林已经开始改变他的说法 他在语言了吧 对他在语言 就是说这个 为要检讨50年的金马奖的这个历程 然后台湾的市场规模 还有什么全球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扯得有点远 但是看起来他也知道说 他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说法 在台湾已经被一堆年轻人 还有被相关的文化工作者 大家群起这个痛批 那他现在已经退让了 甚至于连林佳龙 我想林佳龙更是 因为他之前还当过新闻局局长 也实际上也就是金马奖的主办单位 他自己也参加过金马奖的盛会 他现在也改变说法 说其实可能是媒体误解了他的意思 不管怎么样 台湾办金马奖这个事情是肯定的 那么而且一个奖能够办50年 说实在的 要坚持50年 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现在我觉得比较值得检讨的 就是金马奖到底未来应该怎么办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这次的奖项大部分都是香港跟大陆得到的 其实如果说很多 稍微资深一点的观众 不陌生的话 你还有印象的话 以前的金马奖当中 也曾经被香港的电影横扫 大部分奖项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可是当时候也没有人说 要停办 或者是要改变参赛的资格 我相信 金马奖在华人圈里头 尤其是我们对东南亚的华人群众 华侨来说 甚至于到现在北美的华侨也很多 对全球的华人来讲 金马奖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 很好的 DBC就说了 金马奖是华语的奥斯卡 是的 可以这么说 如果说以目前来讲 全球的华语的电影当中 最老牌的 然后最有影响力的奖项 应该还是金马奖 那这次说实在真的很不容易 经营了50年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那未来 我想金马奖本身 它应该是要做一些改革 毕竟我们已经做了50年了 这50年来 我们事实上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但是 现在的电影市场 跟以前已经不一样 现在包括网路 还有各种传播工具越来越发达 国与国的这个界线 语言跟语言之间的界线越来越少 金马奖将来该怎么办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 金马奖应该更开放一些 也就是说 不是只有这个华 应该是说 不是只有两岸三地了 对 当然不能只有两岸三地 必须是全世界所有的华语片 你只要是以华语拍摄都可以 甚至于我都觉得说 如果说今天有国外的电影 他愿意配上华语来参加金马奖的话 我想那个就是 真正是金马奖成功的时候 所以我们从比较正面的思考来看好了 就是这当然是台湾 或是有史以来最惨的得奖记录了 但他相对的也发出警讯来了 但何尝又不是转机呢 是的 我想台湾的电影市场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想我看过很多国外的影评人 也曾经评论过台湾的电影市场 台湾的电影市场产量很少 可是得奖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我想这个 而且他这个高不是普通的高 在全世界来讲 就相当的高 因为像印度的电影工业这么发达 但是他印度本身电影得奖的 并没有那么多 那美国电影工业更多 对不起没有更多 美国他比印度少一点 那但是他得奖的也不少 可是比例上来讲 台湾的这个也比较特别 也就是说很奇怪 就是台湾虽然电影产量很少 可是每几年就会出几位杰出的导演 然后会有些好的剧本 然后拍出一些让外国人眼睛一亮 然后你看我们得过各式各样 威尼斯的或者是芝加哥的 包括儿童的影展 包括欧洲的金雄奖 各式各样的奖我们都得过 但是台湾本身的电影市场太小 所以现在要拍电影的人 我相信他们都很清楚 你光是把眼睛放在台湾 已经不行了 甚至于说你就算说 把眼光放在台湾跟中国 我觉得都不够 你未来的电影市场 我们跟其他的产业一样 要把心胸把这个眼光放到全球去 我们拍出了一个电影 除了用华语播出 可以用英语播出 或者用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来播出的时候 都能够受到当地的观众的欢迎 我想那个才是一个 我们将来电影发展的一个方向 当然内容上头 你说你要去加入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个因素 或者就加入台湾特色 我觉得都可以 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中国文化 或者是台湾的本地的文化 只要说你都能够做到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 体会到你这个文化的精妙之处 我想这个就是文化世界 真正迷人的地方 对你说在技术上面 在政策面要走出去 要左眼全世界放眼国际 那我想说还是回到这个说故事 电影本身就在说故事 它的核心价值的本身 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一次 在大陆电影 他们是独立制片 已经走出一条路了 那么在香港来讲 港片也曾经就是低迷过 但现在绝处逢生 由于从去年的陶姐 一直到今年的夺命惊 反观台湾电影 当然也是偶有佳作 而且其实票房成衣都很不错 但是在追求商业票房的同时 是不是反而自己在创作方面 陷入了瓶颈 总编景你怎么看 台湾的这个创作 其实跟其他的文化创作是一样 凡是你这个社会本身的发展 跟理念碰到瓶颈的时候 你这个创作创意 就会受到一些限制 你看美国最强盛的时候 大概是在60年代 6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它的 不管在音乐电影 还有各方面的艺术 还有科技方面 它创意无限 都发展出非常多的 影响全球的东西 那么日本也是一样 日本在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日本最强盛的时候 我是指战后 那么那个时候最强盛的时候 当时候日本人所赚的钱 包括他们所发展出来的 各式各样 有关于家电制品 或者电子产品的各种观念 到现在为止 都还在影响全世界 我想台湾将来面临到的状况 也是这样 当我们这个社会状况 整个的发展 包括在学术 包括在理念 包括在人的观念上面 如果说还是局限在 一个小的范围里头 没有办法放眼到全球去的时候 你这个创意就会受到影响 不只是创意受到影响 我们因为创意而形成的 这个整个经济的环境 格局太小 所以我觉得 回到我们讲的这个金马奖来讲 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点是应该要特别 应该要尽快去检讨 也就是我们过去对于金马奖 有所谓的国片这样的限制 但后来当然要把国片扩大解释 把大陆的香港的片 也通通都称为国片 那么这个国片 当然可以说它是中华民国片 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片 或者说是讲国语的影片 都可以 可是我想未来 这部分可能要再做检讨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最近非常红的这个电影 就是叫做少年拍的 这个奇幻片 那个电影拍的是非常好 气势磅礴 那这个电影里头 我们看过的人都知道 里头有70%的 这个场景是在台湾拍的 你说它是台湾的国片吗 当然没有人会否认 导演又是台湾出身的 虽然现在拿的不是台湾的护照 可是他基本上是台湾出身的 所以大家也认同他是台湾人 他自己对台湾也有家乡的认同 那么但资金不是来自台湾 有一部分可能是 目前我还不是很清楚 大部分我知道并不是来自台湾 所有的演员全部都是外国人 我想也应该请问 每一个观众看过的人 他都会自己问一位 那这个到底算不算国片呢 明年他可不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金马奖 可是他明明也算华人之光吧 是我想华人之光是李安 因为他就从台湾人或者是拍出来这个片子 可是他不是华语片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新闻 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国片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 这个片子到底能不能参加明年的金马奖 都还是个疑问 第一个他不是用国语发音 演员全部都是外国人 资金也不是来自台湾 我想所以未来 其实台湾的金马奖 在你要真的要做到国际化 真的要做到全世界的人都接受的时候 在相关的政策上 一定要做一些深刻的检查 没错 所以政府应该要包括检讨整个国片政策 金马才能够再继续奔腾50年 那么感谢总编辑 那么也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